万岁爷不好了 那刘庸他投胡自尽了 什么 他 他真的死了 你看清楚了吗 刚从湖底捞出来 这会儿正背着往这儿走呢 乾隆假意下指 让刘庸投胡自尽 本想好好戏弄一下罗姑 没曾想这家伙居然真的跳胡了 你这混蛋 你怎么让他去死啊 胡公公吓得双腿一软 普通一声跪在地上 赶忙帮乾隆寻找医师的记忆 万岁爷 是您让他死的呀 我让他死的 我让他死了吗 你这个糊涂的刘罗姑 哦 再让你死 这会儿一点气都没有了 大概是没气了吧 哎呀 乾隆正搁那后悔呢 张承却背着一个活蹦乱跳的刘庸回来了 着实把和珅吓了一大跳 乾隆那颗躁动的心 这时也恢复了平静 端着架子继续装下棋 不住我 扶我跪下 给皇上跪下 臣刘庸叩见皇上 乾隆假装随意的问话 你怎么又回来了 违抗军命 你还是活不成 臣不敢 刘庸告诉乾隆 我尊了圣命 您让我投狐 我已经投过了 乾隆继续调侃道 那怎么还活着 刘庸 欺君之罪 还是要杀头的 我看你今天反正是死定了 可刘庸并不这么看 他鸡贼的告诉乾隆 自己本来死得好好的 可在水底碰见了一个人 经过一番交谈之后 就又回来了 乾隆的好奇心 立马被勾了上来 碰上谁了 屈原 楚国大夫 屈原 屈原见了我去问 小刘啊 你怎么也投水自尽了 难道你们家的皇上 也是昏君吗 我当时就跟他起眼了 你可别瞎说 我跟你的情况不一样 我是自己不小心 失足落水的 跟我们家英明神武的 乾隆皇上 没半毛钱关系 提评完屈原 我就在想啊 我这条小命事小 万一玷污了皇上的盛名 那就不好了 所以啊 就挣扎着游出水面了 皇上 您说臣做的对不对啊 好 刘庸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 可把乾隆开心坏了 和尚却在一边 撅着小嘴 说起了大实话 皇上 他这分明是一派胡言呢 他哪里能碰上什么屈原的 这分明是又在 愚弄万岁 哎呀 你少说两句 你知道什么 你又没随他跳胡去 乾隆正好就泼下驴 刘庸呢 全身滴着热水 抓住了机会 打起了感情盘 臣这一去 思念皇上 如隔三秋 臣实在是 是可不得无君呢 哎呦呸 您瞅罗郭这委屈的小表情 不知道的还以为 他跟皇上有什么不正当的关系呢 可这些肉麻的话 偏偏乾隆就爱听 爱卿啊 你这是连死都顾着朕的名声 真是诸臣啊 乾隆严寒热泪 当场就给刘庸赏了一个复活大礼包 刘庸赏你黄金百两 黄马化一剑 刘庸刚复活没两天 这又出事了 刘庸刚脱了裤子 乾隆就来了 皇上驾到 没穿裤子的刘庸 一阵手忙脚乱 最后干脆钻到桌底下 伸出脑袋 刻意吩咐 就是我们再撒尿去了 是 乾隆三人 晃晃悠悠的进两屋 左右这么一扫 哎 刘庸呢 张承赶紧按照刘庸的剧本恢复 可眼尖的乾隆 一下子就发现了猫腻 不远处的高岸上 放着大红底裤 再往下看 大脚丫子也没藏好 乾隆立马瞄懂 一边夹一根和珅聊天 一边伸出左脚 瞄准刘庸的大拇指 狠狠地踩了上去 这可真是使劲啊 桌下的刘庸疼得直咧嘴 愣是不敢出声 乾隆都快逼不住笑了 在那跟和珅一顿唠嗑 冷不防朝刘庸又是一脚 边踩边打去道 哎 这里是不是有老鼠啊 和珅也早发现了 配合着乾隆各那儿言戏 莫非这屋子里 的确是 有一只老鼠啊 两人你一眼我一鱼 可把刘庸折腾得够呛 这刘庸 他怎么去方便了 这么长时间啊 就是 不知道啊 老爷这帮尿市场了 乾隆假装跟和珅 去外面凉快 刚出门 刘庸就探出了脑袋 快 快扶我出来 快点扶我起来 哎呦 哎呦 老头子可走了 可刚起身 乾隆就杀了个灰麻枪 朕还在这儿呢 刘庸嬉皮笑脸的 跪下迎下 刘大人 你这盘尿 撒的功夫可不小啊 连裤子都是痛啊 乾隆坐定后 就开始兴师问罪 你刚才叫谁老头子呢 说 说好了行 你要是说不好 罪该问死 一般人还真说不好 只见刘庸的耳根子一动 立马妙语连珠 这老乃长寿之一 万年长寿之位老 这头乃万物之首 万物之首领 即为头 这子 即为圣贤之称 孔子 孟子 军称为子 连在一起 就是老头子 这波妙节 引来乾隆的高声点赞 好 言之有礼 言之有礼啊 乾隆一高兴 就带着几人去纳梁 呼闻一阵 琴瑟之声 赫神眼咕噜一转 又开始给刘庸挖坑 皇上这琴声多美妙啊 想当初刘大人 首弹得七 七堪称高明 奴才想 他的琴迹 也一定是一流吧 乾隆一听 带着不服 就要跟刘庸比试 刘庸赶忙推辞 开玩笑 之前下棋赢了你 是为了讨个老婆回去 这弹琴要是再赢你 脑袋还要不要了 可和珅却秉持着 不整死刘庸 不罢休的精神 帮皇上拿主意 奴才想出一个好主意 为您注信 今天就以操琴为读 让刘大人 为您献上一曲 如何 好啊 乾隆一口答应 刘庸知道 今儿肯定是躲不过去了 心里暗暗的 开始跌buff 嘴上却说 自己琴记不行 和珅当然 不依不饶 催促刘庸赶紧弹上一曲 刘庸此时已撑竹在胸 他一边拍龙屁 一边请皇上 把和珅拜师的事 撬死了 没问题 好 君子爷 两人机掌带拉钩 事情就这么定了 可下一秒 和珅就尴尬了 只见刘庸坐在岸前 只是随手在琴上试了几下音 就颇有大石风范 紧接着手指翻飞 一曲高山流水 琴意惊扎 怜悯不绝 听得乾隆一脸钦佩 一曲干长断 天涯何处密之音 这个就叫专业 眼看自己挖的坑 要埋了自己 和珅当即就想溜 可刘庸哪能让他跑了 何大人 刘库啊 刘大人 刘庸一把抓住 和珅的裙边 防止他逃跑 紧接着也给皇上 出了个主意 皇上 和珅这孽图我收了 但以我的凡身肉体 实在是销售不起 何大人参拜呀 但是有幸 今儿早上 您的龙族踩过我的脚 这也就是说 我的脚上 已经打上了 皇上的logo 我想 让何大人 参拜我的脚趾头 这也不算是 辱没了何大人 您说是吗 和珅还想抵抗两句 乾隆却扭过了头 一副事不关己的身态 何大人 来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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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珅逃脱不过 只能一边做心理建设 一边参拜 我在拜皇上 我在拜皇上 奴才参拜皇上 奴才参拜皇上 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那这句怎么了 这是以春秋的笔法 计逢我朝 说大清无文无实 反来统御中原 乾隆带着和珅留庸六玩 几人玩得正嗨 那个大学士汪仲植 抱着一叠文书 点点的跑来了 他要跟乾隆 汇报一件天大的事 皇上 臣有失望火急之事 要奏明皇上 乾隆一看 既然你这么着急 那你先说 汪仲植手上抱着书册 一脸悲愤的告诉乾隆 皇上呀 我刚才翻语各地进线的书籍 发现一本诗集中 有些狂妄的词语 令人发指呀 比如这句 清风不识字 何故乱翻书 乾隆就纳闷了 这句怎么了 这不挺有诗境的吗 没成想 汪小仁张口就来了拨歪记 皇上 这事可没那么简单 这是讥讽我大清朝 无文无实 反来统于中原呀 其狼子野心 昭然若揭了 乾隆一脸震惊 不可思议地拿起书册 柳庸呵呵一笑 汪大人 您也是熟读诗文 精通百家之人 居然不知道 写诗乃赌物 心怀 哪有这么多的道理呀 乾隆却不这么想 他转头让汪仲植继续说 汪仲植话里带话 开始内涵流庸 说现在朝中就有人 仗着自己学问不错 争天污蔑戏怒皇上 这话一出 和珅算是找到知音了 赶紧搭枪 朝中就是有人 经常耍聪明 玩几脚 所以奴才才总是感到 十分憋气 国家设计 生死存亡 岂能以一笑蔽之 乾隆火了 转头就在朝堂上下旨 凡不必忌讳 狂被枉法 文奉朝政者 凡收集藏密 违禁书籍 刻板 抄写传播者 凡出语荒唐 隐晦其词 乱我民心者 均以大逆致罪 重点惩处 这道颜旨一项 举锅上下 立时就沸腾起来 大街小巷是 拿人的拿人 烧书的烧书 文人遭客被抓的 古迹其数 以各种千奇百怪的理由 统统打入死牢 汪仲植更是 整宿整宿的不睡觉 宁肯错杀千人 也不肯放过遗感 我问你 你的诗里头有 明朝七震和 一举赤青都一举 是什么意思啊 老学究 眯着眼睛 一本正经的解释 汪仲植是完全不相信 站起来就给他定了罪 你可骗别人 你骗不了我 你这明朝的招子 在这里念朝 而不是念朝 你是盼望 朱明伟朝复辟 卷土重来 是不是 老学究是这下慌了 脑袋摇得跟不浪虎似的 汪仲植见他不肯承认 当即命人 驱达成招 一顿棍棒下来 按着手指头 画了牙 汪仲植拿着证据 转头就跟乾隆汇报 说老学究是个文匪 所作的诗词 都是宋扬 朱明王朝 讥讽大清盛世 还当场请指 朱杀老学究 三组男丁 妻妾子女 全部流放 汪仲植的狠话 让满朝文武 无人敢吱声 除了刘庸 可他刚站出来 说了几句 就为乾隆一拨抢怼 还准了汪仲植的奏请 其他官员一看这情况 纷纷站出来 简举揭发 就这么着 不光朝堂上 没人敢说话 连京城内外的大街上 都鸦雀无声 突然的一声毛流叫 都能把人吓一大跳 大街小巷的 招牌广告菜名上 凡是有涉及内涵的字样 都被贴上了封条 和尘还生怕乾隆不够闹心 专程跑来禀报 皇上 您看咱这整治效果多明显 现在不光朝堂上 没人敢胡说八道 就连下面的百姓 也都不说话了 乾隆当时就惊了 有这种事 我看必有联系 必有内幕 必有阴谋 此事要仔细地查访才是啊 乾隆这才感觉到 事情的可怕 他打算微服私访 亲自上街查访一番 可就这六弯的功夫 却看到让人 无比震惊的一幕 这个我们下期再说 喜欢的具有 便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谁在这里先行借过了